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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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下午的《二位才經台》直播時間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就是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范惠豪先生 華妃 華妃 你好 先跟大家看看 恆指方面 現在升上32點 還在22944點 但成交方面是278億 國企指數升17點 還有11,018點 其指方面升83點 還有22,844點 低水是102點 成交額方面是27,000多張 先跟大家一起跟進 貫入股空榜方面的走勢 看看哪些股份 今天股份比較大 主品成交方面 貫入274億多 高額方面有25億 南方A50今天來說 股空比較大 貫入股份成交是六成幾 股空額是2億5千多萬 凝副基金排第二 股空額有超過2億 貫入股份成交3成4 南方安息A50 緊續期後成為第三位 223 看到今天來說 股空額雖然不夠2億 但貫入股份成交方面 有3成4 建行方面 貫入股空額方面 有超過1億2千多萬 佔股份成交 都超過3成 看到今天股份 沽空額佔股份成交 都頗多 好像是兩隻A50 今天來說股空額比較大 先問你 其實大家是看淡 內地方面股市的走勢 還是怎樣 看到這一刻是三大指數 內地三大指數 都是一個少許的升勢 但升風來說 不算多 怎樣看 我覺得這樣說 雖然沽空 南方A50 和安息A50 都比較多 但至於是否擔面到 叫做看淡內地的後市 我覺得未必這麼快 可以叫下這個定論 但至少一句 至少你說這一刻 在這樣的位置 都依然沽空比較大 證明著很多的大戶 或者很多的投資者 都對內地的後市 看得不太明朗 因為至少很多事情 可以叫做阻礙著市 簡單來說 兩者A50 看回內地市的趨勢 剛才說到的這一刻 大家的後市去向 都不是太確定 一種1點的幾個因素 一來就始終之前 其實上星期左右 才叫做今年的低位 譬如上陣的去到2161點 幾日前叫低位 慢慢都彈上來不少 彈上來去到大概2200 樓上這邊 短短三四個交易日 都升那麼多的時候 要去到炒 或者所謂的反映一些好因素 我相信都叫做反映七七八八 甚至當中 究竟是否有好多好因素 叫做帶動市上來 其實我覺得是不太多 只不過跌到墨壓 即是叫今年低位的時候 無論大家情緒上看 或者各個技術上看 都有一些反彈意味的時候 才令市稍微反彈 至於剛才說到一點 就是內地的基本面 是否有很大的持續 其實未必在 因為以近期出的數據來說 不論上星期出的一些叫做PMI 亦是比較頑微 甚至昨天來說 服務業的PMI來說 都依然是一個 比較不太好的數據 出到來 所以這些所謂前瞻的數字 做得比較頑微的時候 都變相令大家 仍然有點擔心 可能第二季來說 經濟的增長動力 都依然是少許欠奉 所以一點也不是太理想 甚至是三里的 有可能經濟動力欠奉的時候 會看下有沒有刺激的政策出來 或者一些方案會出台 但至於這一刻 你現在在內地方面 都會不斷說出一個 比較明顯的政策增空期 所以有沒有政策配合 也都動力欠奉的時候 整體的 無論形勢上看 或者看法上看 其實都不是太樂觀 所以稍為市升到這些水位的時候 孤空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不太意外 甚至剛才說到後市 始終都比較多 不太明顯的地方 例如未來這幾天 都會出現一些比較重要的數據 不理會進出口的數字 這些都完全可以反映得到 究竟這刻當前 我們的經濟動力去到哪裏 或者走成怎樣 變相提醒回來 當然歷史也會有一個明確的走向 所以現階段在這麼多因素 剛才說到一羅羅的因素 可以左右組的時候 剛才提到的 市去到這些水位 稍微公公大一點 不是太意外 所以我相信在這麼大的公公 背後所謂的小支撐 影響著的情況下 可視 我相信依然有個反覆的情況 無論以我們市的技術上看 其實這刻依然叫做 一個下降軌的頂部位 都叫做差不多到頂 變相如果突破不了的時候 我相信依然是反覆落回來為主 所以下面依然以 今年低位 大概2160多點左右 做一個比較短線的支撐位 只要後市這位置仍然守得住 暫時反覆著 未有太大明確的方向主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內地股市方面 看到上升指數 這刻升兩點 做2,233點 戶心300指數升1點不夠 做2,526點 深淨城市升21點 做9,018點 繼續看股工榜方面的情況 排在第二位 就是盈富基金200 跟港股方面的指數 都是有掛藥性 盈富基金現價做到23.1 現在升的是5C 1%不夠 先問你 剛剛股空 依然有力度在 但其實你怎樣看行指方面的走勢呢 我看到其實在23,000前 阻力好像幾大 確實是 正正因為23,000昨天也好 或者今天也好 暫時也算是破不了的時候 都形成令大家對行指後指去向 都有一些不可挺成 變相回來說 盈富基金也稍為在這些 近期的高位裏面 做一些官的舉動 其實也一樣不是太意外 但至於對港股的情況來說 雖然這刻破不了23,000 但以後怎樣看 或者是頑不頑皮的時候 暫時就不算太頑皮 因為始終來說 我覺得無論氣氛來說 或者是外國方面的情況來看 其實都稍微慢慢做好一點 更加美股更加強勢 所以看來講 其實港股不算太過什麼差的情況 只不過令到這一刻 叫做破不了23,000 最主要幾個因素來說 我覺得關乎一來就是成交方面 因為始終這陣子 其實成交都保持著不算太高 不理會上星期可能假期前後到 甚至這個星期回來這一兩天都好 其實成交都不算十分之大 可能大概500多億左右 所以變成交也不算太大 變相比較難 令到時座推上去 甚至以點數來說 譬如4月中左右 今年低位21,500 這邊位之後 其實到這一刻 都分為23,000 其實短短大半個月鬆一點 都升了13,000 4點的時候 升幅都比較誇張 所以這些高位置 整一整固或者反覆 其實不太意外 但始終自己對後市也不是太差 因為一來剛才說到 暗爲情況三文落空反跌 而且一來 也都看到 其實港匯方面 其實近期是轉強反的 好像昨天來計 都顯示到港匯的銀色勢頭 再上升的時候 變相還未到的錢 其實是有流回香港的跡象 只不過這一刻 就還未落回股市裡面 所以變相幾個因素 為什麼還未落回股市裡面 一來就是剛才說到的 升了那麼多 變相使大家有少許介心 而且來著這一陣的上升 成家不是太大 令大家不太入市 三年始終往後看 亦都有幾隻的大型生股機會招股 變相會令很多錢 停泊在香港裡面 等著這些情況去到 慢慢叫做過去或者變變 才重溫到二手股線裡面 大家都不能夠忽視 所以我相信這陣先 暫時二萬一千六至二萬三千二的區間上落 如果這一陣能夠這位置 叫做跨得住沒有村內的時候 我相信慢慢有機會 都會在上第一突破 甚至會試乎二萬三千八 樓上的高位都不出奇 好,謝謝Wafi 和大家也跟進了 主要藍籌股 在下午來講 開市無奈的最新表現 我看到會控雜誌來說 沒有升跌 最新報是86.05元 中移動85.1跌5元 中國銀行3.69元 沒有升跌 工商銀行5.4元 8跌2元 建行方面最新報 6.49元 跌3元 港交所升銀是2.1元 中人壽方面升2元 有邦升6元 升幅接近2% 最新報35.25元 騰訊控股最新報275.8元 升1元 金沙足國稍微要跌 跌5元 最新做41.4元 看看另外幾隻 長江10月升1元 最新報117.3元 新农基地產111.7元 和九倉一樣 暫時沒有升跌 九倉最新報71.9元 中海外24.05元 跌1元 華洋置地23.9元 升1.5元 中海有升1.4元 中石油升1.9元 至於中石化方面升4元 最新報8.49元 昆頓能源最新報15.25元 四升4仙 中國神話最新升1元 暫時最新做27.1元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發達廣場時間 華Fia在此 就和大家跟進一下 各別的異動股份 又或者是一些板塊的表現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